第四章 广州的战局 8 作者 毛海健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 广东省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 作为这一调查的结论 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 也就是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 是妻子受到调戏的农民维少光 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实私之工人 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 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引用 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以农工为主体 以农民为领袖的三元里抗英的新说 明显地带着当时的政治时尚和时代背景 此说依据的材料是该馆组织的调查访问记 这种经历一百多年的口碑 往往为历史学家所依据 恐其失真 更何况这些调查访问记的本身 又有着政治倾向性的痕迹 严格地说起来 任何一种史料 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 尤其如此 倾向性特别强 按照一山的作者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 是义勇投人职员邓张贤 薛碧高 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 一山如实说 表明他竭力将此事件纳入官方抗英的轨道 从中攫取名利 按照梁廷南的著作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 为当地举人何玉成 事件是由他简传各乡而起 梁廷南曾任广州粤华书院的监院 对在籍世子的举动 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 又根据何玉成的足地 何壮能的施助 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 按照林福祥的记录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他本人 这里就不无自我标榜之弦 而参战的中间力量 又是具有强烈家族色彩的林家水勇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 为少光 邓张贤 何玉成 林福祥 谁是这次事件的领导者呢 当每一种史料 都流露出史料作者的倾向性时 历史学家似不应跟着史料走 去争论韦少光或何玉成 或其他人的领导作用 而应当进行分析或综合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领导人是谁 在当时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今天已全失意义 重要的在于 通过领导人的辨认 弄清参加这次事件的主体 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 乃至数万的民众参加斗争 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此现象 可以认定 此时 广州北郊的乡村中 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组织 否则不可能有如此效率 就此分析 邓张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 何玉成的背后有香绳色彩的社学 林福祥的背后有家族色彩的水勇 而唯独唯少光的背后 似乎一无所有 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 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报告中 提到参战的打石工人 私支工人时 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 但是 从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中 我们又可以看见一些迹象 也就是 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 后来成为天地会的重要领袖 广州附近农村的会党势力甚强 关于这一点 我们从19世纪50年代的红钉反叛中 可以领略到他们的力量 由此 我们又可以推测 当地农民中的会党组织 在此事件也起到了某种作用 到了这里 唯少光是否是会党中的龙头老大 似乎无关紧要 我们的注意力 应放于农民的组织形式之上 因此 我们可以简略地分类 官府的义勇 乡绅的社学 农民或下层民众的会党 所谓义勇 义气的义 勇敢的勇 也就是团练 是官府不出资 不争调的 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 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 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 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 义勇也罢 社学也罢 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群众 当义勇 社学 惠党三方都在发展时 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 惠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 为官府极力压制 但其首领中也有中上层人士 某些人就是乡绅 因此惠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 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织的武装 实际上是公开化的变相的惠党 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 硬性的将上述三类组织 细节为界限分明的阵垒是很困难的 实际上 当这些组织 尤其是官府压制的惠党 进行抢劫 与官兵泄斗 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 从事鸦片走私 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 立即又成为官府所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应的具体情况来看 组织能力当属士身最强 各种长虹 士玉 席文 都出自他们的手笔 他们的公开活动 也不会引起官府的一句 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 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 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 但是当和玉成的简传 能在一天之内 于南海 攀于 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 人们也不免怀疑 和氏的怀清社学 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有没有会党的暗中操作 要知道 当时的天地会 或者说三合会 是一支遍及南中国的地下军 综上所述 我以为 参加三原理抗英的组织形式 似为多样的 但义勇似无根基 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 其中最活跃的是 有功名的乡绅 这似乎是一个含混的结论 但对此的辨认越明确 越具体 就越可能失真 由此而推及 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那一结论 似有片面性 伴随着当时人们的 政治信念的一份牵强 昔日寂静的三原理 因抗英事件而名扬天下 事隔百年之后 人们的注意力 也不再纠缠于 当时活动中的细微末节 而更注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原理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最近几十年的宣传将之提升为人民群众或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 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念 三原理民众无法置身事外 尽管他们在外来侵略面前持武装抵抗的姿态 但此中体现出来的当属由屈原 岳飞 石壳法等英杰代代相传的传统样式的民族主义 而他们在长红 玉世 习文中毫无躲闪的公开宣布对一切外国人的鄙视 又与天朝的态度并无二致 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 也就是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 当人们还不能平等的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 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 虽可以产生一些尊王攘仪的壮举 但毕竟不合时代节拍 我以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 便是国际观念 承认各民族的对等 反对异民族的压迫 而在中国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 大体萌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经梁启超 孙中山等人的谄罚宣教 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 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 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 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 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诸环节 使得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地的人民 意识到自己的民族 认同了自己的民族 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 具有一下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就这一层面进行讨论 三原理民众抗英斗争就不是毫无贡献的了 如果把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视为正常现象 那么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则是在非常状态中产生的 它主要不是由内部条件 而是由外部事件的刺激而萌生的 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三原理 反入城等等在一下旗帜下的反抗 后来又发展到反洋教 义和团一类的排外主义的举动 可以说正是由于列强的百般蹂躏 使得一下观念 也就是传统民族主义经由排外思想 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形态 而禁制近代民族主义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排外主义本身的落后性 但它又确实是传统民族主义至近代民族主义 异变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阶梯 这是历史的合理性 同样我们也不否认 排外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过程中的阶梯 使之一开始就带有容易走极端道路的血缘遗传性的毛病 三原理民众抗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一系列异变过程中的最初的恋环 如果说三原理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种爱国行动 那是绝无一意的 但如果推及三原理民众在主观上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 似乎缺乏推理演绎的大小前提 我在本节的棋手就专门讨论并判明了三原理民众抗英的起因 那就是英军的暴行 这一起因的真正意义在于 三原理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 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 但他们着力的重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对保卫家园的宣传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无需过多的分析 就行动来说 前者只可能发生于英军肆虐的地区如广州郊区 但在广东其他地区或广东的临省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 更何况后者是一场全国民众愤然投身的热浪冲篇的壮剧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 因无近代通讯手段和大众媒体 许多民众并不知情 民族主义无论属何种 仅存在于世身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 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 国家利益之存在 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 对汉民族的民族情绪 如果严格按儒家学说满清也属宜 进行了长达两世纪的压制等等 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 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 深吸一下大意的儒生官吏之中 虽不乏左宗堂之类的忧国之士 但绝大多数却如圆明圆南挂甲屯中那位 辞臣曾国藩 孤登严习圣贤 正心诚意修身 不问世事 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 整日为生计所困 眼界狭隘于几亩地 几间房 娶妻生子 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 他们终生未出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的范围 甚至从未进入县城 对广州 厦门 并海的战事 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 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余 但在总体上不决困难 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 触勤 淡水 以图获利 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 从事运输 以求公职 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 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 至于英军在行进 甚至开战之时 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 这一难得一见的西洋景 更是在西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 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 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 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 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 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 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福海东来的鸿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 在三元礼抗英事件之前 英军曾统治周山长达半年 虽有俘获安突德的一民 而绝大多数还是做了顺民 甚至良民 但是 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 比如三元礼一代的官衬被开 财务被掠 妻女被淫 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 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 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无忌而被迫造反一样 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的内容 可以看出 三元礼民众抗英在许多形式上 类似于官逼民反 以镇压而维持统治的清王朝 民众并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 为了激劝民众奋起抗英 保卫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设计 林泽徐 乌尔公厄 宜良 宜山 以及下一张将要登场的御签 都开列了巨额的赏格 以金钱作为导向 参加三元礼抗英的民众中也有位赏格而心动者 宣称刀斩博脉 狭臂就是明显的势力 因此 我们不能将保卫家园的战斗 与保卫祖国的战争混同起来 尽管家与国之间有着很深沉的联系 况且保卫家园也有其他形式 在鸦片战争后期 江南的官僧们主动赴给英军赎成费 祈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 如同对待乱世中横行作恶的土匪一样 他们的做法与三元礼截然对立 也有是非之别 但只去却有相通之处 那就是保卫家园 在鸦片战争 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 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 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 卫国战争 实际上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 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此时已经熟透 并经过近代化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 而深入人心 中国人民由此创造了史无前例 宏伟壮观的历史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 当时仍有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汉奸 和数以亿计背景各异的顺民 综上所述 我以为三元礼民众抗英斗争 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 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 那是一个让金人感到羞愧 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 即便如三元礼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 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诸多缺陷 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 但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视而不见 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 而正式缺陷又是消除缺陷的必要前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